故宫六大灵异事件 这第一个要说的是阴阳道上撞见鬼 东筒子夹道是故宫各种传说中最负盛名的阴阳道 所谓的阴阳道是指明月高挂的夜里 在长长的夹道地面上呈现一阴一阳两个界面 传说鬼呢虽然是在夜里出来 但是会躲着人走的 人走阳道鬼走阴道 人走阴道鬼就走阳道 但是人如果一脚踩阳道一脚踩阴道 或是啊踩在中线上走 那鬼就没地方走了 一摆步就会把人撞个跟头 据说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 有个住在宫里的十三排宿舍的撞小伙子 他跟人聊起阴阳道的时候很不以为然 这人个头虽然不高 但长得呢粗壮结实 皮肤又黑 据说呀一顿能吃八个馒头 外加一小盆米饭 为了证实自己不信邪 他拍着胸脯啊 说当晚要走阴阳道 任谁劝也不听 这第二天一大早 大伙问他呀 昨晚阴阳道走得如何 本来是开玩笑 谁承想啊 这小子竟然说 哥几个千万别提这事了 甭说走 我以后啊连提都不敢提了 这说话的时候啊 脸色沙白 浑身哆嗦 大家一看就知道有事了 就赶忙问他怎么了 原来呢 他昨天半晚做完饭 在院子里逃米的时候 忽然听见耳边有人在说 听说你要走阴阳道啊 他回头一看 没人呢 以为是听差了 就又接着低头逃米 可那个声音呢 又响了起来 是你要走阴阳道吗 这回呀 他吓了妈呀一声 扔了逃米盆子 就跑屋里了 他老妈呢 连跑带颠的 去院子里喊来邻居 大家呢 也不好说是真的假的 只好啊 一起帮着收拾了一下 然后就散了 大家伙呢 听完这人的话 以为他害怕 不敢去走编出来的借口 所以呢 还特意去找邻居打听 结果知道的人呢 分分予以证实 还说这小伙 当时就躺在床上 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从此以后呢 这小伙子的身体啊 是越来越糟 饭量也是大减 百病缠身 那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是 厕所鬼影 在五门里边 马道的两旁 以前是厕所 每边都是各分男女间 以供开放期间 观众使用的 到了闭馆封门的时候 这两个厕所呀 也会关闭的 一天夜里 警备队像往常一样巡逻 两个人一组 从西边十八淮 断魂桥 往南夜巡的两个人呢 是假椅 这两个人打着手电 慢悠悠的巡逻 边走边唠嗑 突然 眼尖的椅在手电的光运下 恍惚看见 这前方五门的拐角处 晃动着一个人影 这两人是一阵紧张 赶紧向那人追去 走近一看 原来呀 是同事柄 假队一说 柄不是在五门冬值夜班吗 怎么跑这来了 假虚了一声 是一悄悄地跟着柄 只见柄 慢慢地走着 好像呢 并没有发现 这后面近在咫尺的两人 然后一转身 就进了厕所了 这假意觉得奇怪呀 这厕所本来是该上锁的呀 怎么开着门呢 到了门口一看 更奇怪了 并怎么进的是女厕所呢 两人不由起了童心 准备进去啊 抓个现行 然后再要挟她请客 这两人呢 悄悄地跟了进去 一间一间地找了一圈 居然没看到病 两人就在厕所里喊 出来吧 别藏着了 别藏着了 我们看见你了 还是没动静 这两人就觉得奇怪了 看错了吗 不可能啊 明明两个人都看到了呀 于是啊 他们俩又出来了 来到旁边的南厕所找了一圈 二还是没人 两人就满腹狐疑地继续沿着线路 往五门东寻衍 转过五门东边的弯道 远远地看见炳在小房子里 正喝茶呢 两人赶紧走了过去 想好好地问问她 到底是干嘛要溜进米厕所 丙听完两人说完呢 失口否认 并赶紧叫来警备队队长 这警备队队长啊 派人再去检查 并跟甲乙两人说 你们俩来的时候 我刚从这里走 丙啊 确实哪都没去 这四人呢历史安静下来了 这是电话响了 去检查的人报告说 两个厕所都锁得好好的 没有异象 几个人愣神间 忽然听到砰砰砰 一阵敲窗里的声音响起 大家赶紧往外一看 只见两个虚影越走越远 咦 那不是甲和乙吗 接下来啊 问你讲的是 奇怪的影像 这故宫里呢 有一口井 平日白天的时候往下看 井底呢 就是一些石头 杂草什么的 但每到晚上十二点往下看 只要天上有月亮 你就会看到 井底出现的 不是石头杂草 而是水 水上倒映的 却不是你的面孔 有人呢 在夏天下大雨 打雷的天气的时候 会看到故宫上 有影子 是一个宫女弯腰 去拿什么东西 有科学人员解释 这类现象 因为故宫的墙是红色的 还有四氧化三铁 而闪电 可能将电能传导下来 如果碰巧有宫女经过 那么这个时候 宫墙就相当于 是录像带的功能 如果以后 再恰巧有闪电出现 可能就会呀 是录像放映一样 出现那个被录下来的 宫女的影子 不管怎么样 想想故宫那 长长窄窄的过道 长满荒草的墙头 如果晚上一个人走在那里 突然看到前朝的宫女太监 向你走过来 就算有科学依据 也会吓破胆的吧 那接下来呢 是宫女魅影 1983年的一个深夜 有一个人从故宫的珍宝馆 附近的夹墙走过时 突然发现呢 有一群打着宫灯的人 他想这个年代 都有手电了 谁还会用宫灯呢 难道是 可又一想 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 肯定是烟花了 诱惑着什么自然现象 于是呢 就想上前看看 可怎么追 也追不上那对打宫灯的人 不过远远看去 依然可以变出啊 那是一对穿着旗袍的清朝宫女 打着扁纱的宫灯 整齐地走着 这下呀 可把他吓坏了 瘫坐在地上 也不敢追了 直到灯光看不见了 他才从另外一条道 一步一步地挪回家了 第五件事情呢 是谁在报警 这故宫里呀 曾经发生过一起盗宝案 小偷在闭馆之前 藏到了珍宝馆对面的 洗手间的夹缝里 到工作人员下班以后呢 就出来了 先进了珍宝馆 然后啊 是中宝馆 偷了不少东西 可是呢 没走多远 就被巡查的人员给发现了 这发现的过程呢 很是离奇 本来那个巡查人员 是没想抬头看的 可心里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有人拿我的东西 小偷就在墙上 这个感觉 一直在心头环绕 于是呢 他就用手电 往墙上一照 真的发现那个小偷了 他吓坏了 大叫起来 其他人都围拢过来 大家都用手电照了过去 就看见有个身影 跳下了墙了 小偷跳墙的时候呢 腿摔伤了 最终被赶来的警察给抓获了 那第六件事情 是楚秀宫里的怪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紫禁城里 驻扎着消防队 一个夏天 有几名消防队员 在楚秀宫 做完消防演练 就睡在那里了 这夏天呢 热 也不用被子 就扑个席子 在店里边睡了 凌晨两点多 一名队员 被凉风给吹醒了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自己 竟然睡在了 店门外的走廊里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但毕竟是当兵的 他战战兢兢地 把席子一抱 又回店里睡了 早上醒来 发现又被抬到了走廊里 他就对其他的队员说道 不要闹了 训练都快累散架了 你们还有心思折腾我 其他队员说 不是我闷抬你出去的啊 早上醒来 就看见你睡在外边了 是不是你梦游啊 可是在队里睡觉 你没有这个毛病啊 真奇怪 他们就决定搞清楚这件事 每次在楚秀宫巡逻完以后 就歇在那里了 可每次 那名战士总是半夜被抬出来 睡在廊下 从此呢 大家再也不敢在楚秀宫里睡觉了 接下来为你讲的是 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 自己是有阴阳眼的 这并不是胡编乱造 而是有些事情 确确实实发生在我身上过 至今回想起来 我仍心有余悸 这才导致我很多年 都不敢看恐怖电影和鬼故事 甚至每个晚上 都要开着灯才能睡着 我记得 那是2002年的春天 那时候呢 我正在念小学 春天总是下着 稀稀利利的雨 写完作业呢 我就懒散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热播的电视剧 直到晚上九点钟 在妈妈的催促下 才不情愿地爬上床睡觉 而此时的雨 也越发大了 江湖还夹杂着 几声春雷和闪电 夜不知睡了几个钟头 猛然一个炸雷 把我惊得是半梦半醒 一道闪电屁股 我强撑起重重的眼皮 半眯着眼睛 看到窗外的树 透过窗户映在墙上 等等 那是什么 墙上除了稀稀疏疏的树影 还有 天哪 那是一个人影 这么下雨的天气 谁会站在窗外呢 难道有贼 我心里呢 既好奇又惊恐 可是我太累了 现在只想一觉睡到大天亮 管他是不是贼呢 反正呢 在外面 只要不进我家 是贼也和我没有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 狠狠地压住了我 使我呢 一点也动弹不得 我拼了命地叫 妈 妈 快来 可是呢 我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没有从喉咙里 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我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我从眼缝里呢 看见人影还在墙上 难道说 是他在掐着我吗 如果他能这么轻易地掐住我 那就说明 他根本不在窗外 而是在 我的床边 或者说呢 他是直接站在墙上的 可我的门 明明是繁琐的 窗户又关那么紧 他是怎么进来的呀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头皮是一阵发麻 全身的细胞 都跟着紧张起来了 同时呢 我也发现另外一个致命的问题 虽说我觉得 有东西压住了我 可我却感觉 自己身上没有任何东西 我想起老人曾经说过 运气差的人呢 晚上会被鬼崖床 想到这里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 一片空白 我当时啊 害怕极了 不敢想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越想挣扎 就越觉得呀 身上的东西越沉重 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样的情况 也不知道维持了多久 只听见我妈在对面的房间 喊了一句 该起床了 这一嗓子呀 来得太及时了 我明显觉得 压着我的东西 一下子就松了 我顺势跳下床 按下灯的开关 房间瞬间明亮起来 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 也落了下来了 看看窗外 天开始微微亮了 此时我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连后背都湿透了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坐在床上去 又是一惊 床前居然有一滩小小的水迹 我再也忍不住了 滩坐在床上 嚎啕大哭起来 后来呢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身边的人 竟没有一个人相信 很多人都说 我是在做噩梦 这些呢 在我成年以后 也查过一些资料 科学上说 这是因为手放在心脏上 心脏受到压迫 导致大脑供血量减少 就容易使人做噩梦 是属于梦的第二种来源 即睡眠状态下 身体受到刺激 而引起的噩梦 可是即使如此 我床前的一滩水 又作何解释呢 我原以为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灰暗 也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永远不要提起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还只是个开始 也不知是不是心里在作祟 从那之后呢 我就总能看见一些 有的没的东西 为此 身边的朋友 总说我疑神疑鬼 说到经常 这就不能不提起 我最近两年 遭遇过最离奇的事件了 2010年8月 我在福建一家服装厂 做裁剑员 这天呢 加班到晚上11点 我去仓库拿料 这栋楼呢 一共是五层 仓库在三楼 由于平时走动的人少 所以三楼灯光呢 比较昏暗 空空的走廊 只能听见脚步声 在灯灯灯的回应着 阴森森的 给人的心里呢 发毛的感觉 若是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 我说什么也不敢的 但想到仓库管理员 就在走廊那头 我便多了几分胆量了 然而 就在我走进仓库的时候 离奇的一幕发生了 我看见坐在门口凳子上的 并不是管理员 而是别人 不 确切地说 那不是一个人 如果说他不是一个人 他却有着人的五官 说他是一个人 又有谁见过 一个黑白色的人呢 没错 我分明看见 一个黑白色 四十多岁的男人 就像一张老照片一样 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手托着下巴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看得我后几倍呀 都像结了冰一样的冷 我感觉浑身上下的汗毛 都立起来了 这样的事情呢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发生了 我竟忘记了逃跑 也忘记了呼喊 本能的逃生和呼救方式 竟然被我抛住脑后 我的腿软到一步都走不动了 可想而知 我当时呢 是多么惶恐和惊讶呀 如果不是管理员 在我背后拍了一下 我不知道 还要继续站在这里 要等多久 等我如梦初醒般 醒过神来 凳子上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张日历挂在墙后面 微弱的灯光打下来 有点反光的样子 我也怀疑 是灯光导致的错觉 可这种感觉那么真实 以至于我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历历在目 第二天呢 我向厂里的老员工问起才知道 这座厂建了几十年了 也算是座老厂了 期间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叔 因为触电死在厂里 这更让我确信 当晚我没有看花眼 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 我神经太紧张了 才会出现幻觉 科学上也说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鬼怪 但我始终相信 这世间一定有除了人之外的某种东西存在着 我觉得空学来风必定有音 否则谁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为你讲的故事是 城门秘境 如果呀 你到云南的季节队 就会有幸吃到一种美味 当地野生菌 那咬上一口 鱼香绵延千里的韵味 会让你此生流连忘返的 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 多种多样的森林气候资源 孕育繁殖了各类型野生菌的温床 每年夏季一到 当第一场雨吹过红土高原后 那些蕴藏在山野之中的君子 便都争先恐后地探出头 吸食天地的灵气和日月精华 在大自然丛林中悠然地自然生长 不沾染半点世俗之气 那年暑假 我陪同闺蜜回她的云南老家 一个全山怀抱的野生菌之乡 当看到她家摆满各种野生菌后 我这个北方妹子就猴急着 想要立刻进山 去检视那些漫山遍野的野生菌 第二天呢 我们很早就进山了 但还是没赶上更早的石军人 在当地 石军脉已经成为村民的致富的一条生计 每年军纪一到 家家户户全员出动 这做得好的家庭 一个季节下来 赚个两三万不成问题 石军呢 听上去很轻松 事实上很辛苦 必须要翻山越岭的去翻找 只有找到真正的军窝才会有收获的 对我来说 泪点都无所谓 关键的 我是很没有胆子的 这野生菌呢 一般生长在真叶林和混胶林地带 品质好的菌种 多生长在茂密的丛林和陡峭的石壁丛里 这生性惧怕软体动物的我 尽管手里早就拎了一根小木棍 还是不太敢去翻弄那些茂密的树草丛 好多时候呢 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兴奋的闺蜜 一次又一次从这个草丛中翻出君子 然后呢 再让我过去取来装框 新鲜劲过后呢 我对这种坐享其成的收获觉得有些无趣 于是我就开始啊 也大着胆子拨弄起草丛来 哪知啊 拨到第三下的时候 惊扰到一条花舌的美梦 他一下呀 窜起牢膏 仰着头 吐着红色杏子 盯着我 我被吓得半死 再也不敢去动那些幽深的草丛 只能闲坐在一旁看风景 然而啊 也有瞎猫碰到死老鼠的时候 过一道崖壁时 我在两块石壁缝隙中呢 看到一大窝君子 这种君呢 看上去肥美饱满 无钙无饼 君体上长满了一层纤细的绒毛 成黄褐色 并没有明显的黑色花纹 壮铜虎爪 但我喜滋滋地挖出来后 才知道啊 这叫胡掌君的君种 很稀有 闺蜜说呀 胡掌君的肉质细嫩 口感极佳 含有丰富的包外多糖分 不易破烂 且营养丰富 把玩着手中这得来全部费功夫的胡掌君 我黑黑地笑着说 晚餐呢 它就是我的了 那顿晚餐呢 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酣畅美味的一次 那一天呢 我特意挑了胡掌君 羊肚君 牛肝君和黄螺散切片 炒了一大盆香泽美味的杂菌 我不记得吃了多少碗 只记得呀 那嚼上一口 便唇齿生香的滋味 可能是劳累一天的缘故 晚上呢 我头落枕 就睡过去了 后半夜 我被一阵揪心的胃痛 给疼醒了 然后呢 又恶心又干熬的 疼到后来 我觉得全身的每一个毛孔 都在剧烈的收缩 颤里 脚痛 在疼得模糊的意识中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用云南话喊道 着军闹着了 快打120 疼痛呢 逐渐减轻的时候 我看见身边坐满了人 有男有女 也许啊 是疼痛过度让我有了错觉 我发现身边这些人呢 有时候他们坐得离我很远 可当我注意他们的时候 他们呢 又直冲冲的朝我跟前来 放松后 我不去看他们 他们又渐渐的越坐越远 后来呢 有人扶着我 走到大门外 门外的空地上 站着很多人 他们似乎都在等我 我跟上他们一起走啊走啊 走到一个有雾气弥漫的地方 这里呢 聚集了更多的人 有男有女 有孩子 大家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赶路 我也跟过去 继续往前走 又走啊走啊 来到前面呢 有一道大门的地方 我们停下来 开始挨个往城里进 这门边上 有人就催促 快点快点 门关了就不许进了 到我的时候呢 突然从我后面挤上了一个牵着小孩的女子 她拐了我一下 我被绊倒了 等我爬起来想进门的时候 发现呢 城门已经关闭了 最后一个进门的 正是伴了我一跤的女子 就在城门闭合的刹那 那女子回过头来 我分明看见 那是我新婚不久的小姨 小姨啥时候来云南了 我还在犯迷糊的时候 没进去城的人呢 开始往回返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有大雾的地方 沿着这雾蒙蒙的路 一直走了很久 来到一个集市上 这集市上啊 很热闹 有叫卖的 开茶馆唱戏的 舞龙舞师的 我见到很开心 也跟着挤过去看 那些龙啊 狮啊 转啊 就舞啊 一会儿呢 就给我转晕掉了 我又马上呕吐起来 而这一吐 我就醒过来了 看见身边呢 是忙着抢救的医生 我才知道啊 自己中了军毒了 距离在闺蜜家 休克过去的时间 我已经昏迷三个多小时了 清洗肠胃后的我 极度虚弱 像经历了长途 跋涉般的疲惫 我庆幸呢 一梦醒来 还能见到眼前这个世界 在所有吃军的人中 只有我一个人闹着 或许呢 是我体质差的缘故罢了 从云南回来以后 每每回味其君子 那种香喷喷的滋味 我就又觉得呀 那时候的危险 都不重要了 因为那味道实在是太诱人了 可是 接下来的一场意外 彻底颠覆了我对野生君的 口福之欲 我们郊游的那天呢 天气真的很美好 美好的让我们至今 谁都不愿意去相信 那场突然降临的车祸 会夺走我小姨 及她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 很久以后 我又想起那段 在云南吃军中毒后 那场似梦飞梦的境遇 难道在冥冥之中 我和小姨相遇过的地方 真的存在 诱惑 那根本不是同一时空的我们 可是 我的小姨那时候 还活生生地在世 我又怎么会在那里 遇上她呢 吃人 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爱好 有人喜欢唱歌 有人喜欢看书 而我 则喜欢听故事 或者说呢 喜欢听灵异故事 更为贴切 甚至呢 花钱买故事 也在所不惜 我叫叶天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但是我有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爱好 就是 收集灵异故事 这天呢 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里一个老人 跟我说 自己有很多故事 要跟我说 于是呢 现在我们就坐在 咖啡馆里 我准备 好好听听 这位老人的故事 老先生 你好 我叫叶天 你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呢 我恭敬地 对坐在我对面的老人问道 小伙子 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 我要不说 我要不说 恐怕就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老人呢 喝了一口水 似乎勾起了 记忆里那片可怕的记忆 老人呢 深情有点紧张 为了方便叙述呢 我下面就以老人的口气 讲述今天的故事 那年呢 我还是个十岁的小伙子 当时正处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家家户户啊 都去队里争公分 大家呢 一起吃大锅饭 一起劳作 看似是个美好的时代 但是美好的背后 却是无数罪恶的开始 当时 没有现在的鸡肉 鱼肉 蛋呢 也没有现在的私有财产 如果谁家有一只鸡 一头猪 都要上交国家 大家呢 一起享用 如果发现你自己私底下偷吃 那你就是人民的公敌 所以当时的我们 能吃的 也就是辛辛苦苦 从公社里挣来那点可怜的粮食 但对于我家来说 那么点粮食 远远不够的 那时候 因为科技落后 和人们思想的不进步 所以一到晚上吃完饭以后 人们没事做 就只有回家睡觉了 所以当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比现在多 生的多 不代表啊 能养活那么多 经常会有饿死病死的 在我们村子呢 有一个人 我们都叫他李三 这人呢 是随着父母逃荒 跑到我们村子里的 自幼父母双亡 可以说呀 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三十多岁的人呢 还是一个人 这人好吃懒做 从来不去队里挣公分 平日呢 就到各处啊 去讨点吃食过日子 起先人们生活好的时候啊 给他一点倒无妨 但是到后来 这日子渐渐的不好过了 自己都吃不饱 谁还顾得上他呀 到了一九六零年 那时候摊上三年自然灾害 大家都是积极自危的 村里的人呢 把能吃的都给吃了 就连山上的树皮野草 都吃得差不多了 大家呢 就逐渐的 把李三这个人 给遗忘到脑后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三 这个人不知道去哪了 好久没回来 那天呢 我正闲着无事 站在山上 准备带点野味吃 因为家里啊 已经解不开锅了 最小的老八 因为实在是熬不住 冰倒了 在床上躺了十几天 就死去了 饿死个人 在那个时候啊 是正常事儿 村里人已经看惯了 村里的后山上 是一处棺葬岗 就是呢 专门摆放这些 横死人的 那天呢 我在山上晃荡的时候 突然看见 前面有一个人 晃晃悠悠的 从村子后面走来 穿着破旧的补丁衣服 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李三 这人消失了将近一年 怎么又出现了 我还以为 早就饿死在哪里了 没想到啊 这个李三没有饿死 等到走到我跟前 打招呼的时候 我看他呀 面色红润 气色实在是不错 现在大家都饿的是 皮包骨头的 这个没有正经事做的 倒是吃得白白胖胖的 于是呢 我心里就打了个 大大的疑问 他吃的是什么呢 李三看我盯着他 咧开嘴 冲我傻傻地笑了笑 我看到他露出一口 洁白的牙齿 一阵风吹来 我闻到一股 难闻的恶臭 那味道啊 有点熟悉 但是呢 又有点陌生 想不起来在哪闻过 我当时只以为 他嘴里呢 是长时间没有漱口 口臭而已 但是 后来看到的一件事情 却让我不寒而栗 自从遇到李三那天起 我就对他产生了 深深的好奇 既然他吃得白白胖胖的 就肯定有什么办法 可以搞到吃的 难不成是和空气长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是我跟了他一天 就看到他在村口的 歪脖子树下 睡了一天 没见到他出去找吃的 就在我实在是 饿得不行的时候 一阵凄惨的哭声 从村里传来 我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老头 用破草吸 裹着一具尸体 从村里走出来 身后呢 跟着哭哭啼啼的孩子妈 原来村里啊 又饿死一个孩子 我凑近一看 原来是一个四岁的孩子 那孩子呢 我认识 我此刻注意到 李三看到那 破洗裹着尸体的时候 眼睛里啊 露出一种贪婪的绿光 就好像看到 猎物的豺狼一样 夜色渐渐降临了 我肚子也实在是 饿得扛不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原本 昏睡在一旁的李三 突然起身了 看到他起身 我想着呀 他肯定是出去寻吃的了 于是呢 我就跟在他的后面 慢慢的 李三越走越快 我紧紧地跟在后面 差点跟丢了 最后 实在是跟不住的时候 只见李三 清了下来了 周围黑漆漆的 都是光秃秃的树 还有乌鸦和不知名动物的 可怕叫声 我惊奇地发现 不知不觉 我来到村后的乱葬岗上了 这李三来这里干嘛 我的好奇心 最后还是胜过了害怕 我躲在一棵树下 悄悄地看着李三 李三慢慢地走到白天那个被扔到这里的破草席前 蹲下来 猛地扒开席子 只见一个面色铁青的尸体 出现在我眼里 我吓得呀 当时差点焦出声来 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李三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 他竟然 竟然拿起那个尸体的胳膊 塞进了嘴里 咯蹦 咯蹦 一阵清脆的咀嚼声传来 我看到李三满嘴的鲜血 样子呀 就好像一头恶狼一样 啃食着面前的尸体 从胳膊到肚子 然后到大腿 看他吃得是津津有味 我 我竟然 感觉有点饿了 不知道味道好不好 我的脑袋里呢 突然冒出一个恐怖的念头 最后啊 连我都被这个念头给吓了一跳 李伯讲到这里呢 突然就停了下来 李伯 然后呢 他后面干了什么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最后 没有最后了 我当时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白白胖胖的了 原来 他是吃人的 在那个年代 也许不止他一个人 那么做了吧 当世纪六十年代中起,四伯父的大儿子结婚还差二百块钱彩礼钱,四伯父呢,就向老徐头借了二百块钱,说好年底一次性还亲的。 现在老徐头突然死了,四伯父呢,不知道他欠老徐头的二百块钱还怎么还了。 老徐头是生产队的无保护,无儿无女,无亲无故,人死了,丧事呢,就得由生产队来办了。 那天傍晚时分,生产队队长老唐领着几个壮小伙子,在北山坡上挖了个坑,然后呢,抬着一口白茶棺材就上了山了。 棺材呢,被轻轻地放进木坑里,众人正要铲土,远处呢,响起了四伯父的喊声。 喂,等一等。 众人扭头一看,只见四伯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上来,到了坑边,四伯父一边喘着气,一边对老唐说道。 队长,我欠老徐头二百块钱。 说着呢,四伯父从口袋里就掏出一个塑料包来,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呢,是一打钞票,有五元的,两元的,还有五角的,一角的,甚至呢,还有十几个两分一分的硬币。 老唐就疑惑地望着四伯父问道。 哎,你这次干什么? 四伯父就说道。 我刚说了,我欠老徐头二百块钱,你们看清了啊,这里面可是实实在在的二百块钱,一分都不少。 是我今天走东家串西家借来的,我现在呢,就还给他。 说完,四伯父呢,便把钱重新用塑料袋包好,还用一个橡皮筋啊,给估了两圈,然后准备扔到坑里的棺材上。 这众人呢,一时就愣住了,谁也没想到,四伯父会采取这种还钱方式。 老唐呢,亏了四伯父一把,气闹说。 你眼你,吐吐。 说着呢,老唐一步就跳到棺材上,捡起那包钱,把手伸给坑边的一个小伙子,小伙子一用力,就把他给拉上来了。 四伯父对老唐不满地说。 哎,队长,这是我还老徐头的钱,你咋还给试上来了? 老唐就说。 你早不辞造他钱嘛,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还还什么钱呢? 四伯父就说。 那不行,做人得讲良心的,我就是借了老徐头二百块钱,一定得还他的。 老唐就说道。 那你呀,就给他烧些紫钱吧,让他在那边日子过得阔绰些。 四伯父呢,摇摇头说道。 纸钱是假钱,一毛钱可以买一斤,假钱怎么能和真钱比呢? 这时呢,旁边一个小伙子就笑着说道。 嘿,那也许是老徐头上辈子欠你的二百块钱,这辈子还你的,你就算了吧。 众人呢,听着,还轰得就笑了。 四伯父呢,就瞪了小伙子一眼说。 瞎扯,谁知道上辈子,咱是捋什么。 反正二百块钱一定要还,你们呢,给我当个见证人,证明我还老徐头钱了。 老唐见四伯父倔强劲上来了,想了想,护得突斥一声笑了出来说道。 这个见证人呢,我们不能给你挡,你要是还钱呢,就自己挡面还给他。 你总有见老徐头的那一天吧,到时候啊,你亲手交给他,不就撑了吗? 众人听了,笑得更响了。 这四伯父啊,眨巴眨巴眼,一拍巴掌出,哎呀,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我总有一天,要跟他见面的,到时候啊,亲手把钱还给他。 四伯父呢,一边说着,一边就拿过老唐手里的那包钱说道, 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我亲手把钱交到他手上。 老唐呢,没想到自己一句玩笑话,竟然让四伯父当真了,不由得呀,消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半个月后,四伯父病倒了,病得很重。 阵上一个土狼中,被请到家里看了看,说呀,这病治不好了,让家人准备后事儿吧。 在迷流之际,四伯父对儿子说道, 亲,把那二百元钱拿来,装到我上衣口袋里,我要,要带去还给老徐头。 儿子知道四伯父的心事儿,抹着眼泪拿来二百块钱,装进他的上衣口袋。 这当天晚上,四伯父停止了呼吸了。 家人到门外呢,放了一挂鞭炮,然后开始焚香点烛,准备办丧事。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四伯父突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嘴里呢,发出咕嘟一声。 儿子一见,赶紧过来给他拍拍胸。 这过了十多分钟呢,四伯父嘴里吐出一口浓痰,脸上呢,渐渐有了血色了。 四伯父活了过来,更令人称奇的还在后面呢。 儿子见四伯父活了过来,便伸手掏四伯父口袋那二百块钱。 不想啊,里面空空入夜,什么也没有。 这儿子当时就纳闷急了,四伯父一直躺在床上,自己呢,一直守在床边。 这一夜之间,口袋里的钱怎么不见了? 儿子就问道, 爹,你口袋里的钱呢? 四伯父呢,就眨巴眨巴眼说道, 嗯,不知道啊,你给我钱了吗? 你给我钱干什么呀? 儿子就愣住了。 后来呢,无论儿子怎么跟四伯父说起这件事, 他都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借过老徐头二百块钱, 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死活要还钱给老徐头这件事了。 在他的记忆里呢,这件事呢,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再后来,老唐悄悄地对四伯父儿子说道, 你爹呀,当初得的是心病, 他一顶呢,是到银操地方走了一趟, 把钱呢,亲手换给了老徐头, 了解他的心事。 如今他的心事已料, 日后呀,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啊。 儿子听了呀,懵懂地点了点头, 日后果然不再提这件事了。 后来呢,四伯父又渐渐康康地活了二十多年, 一直到九十多岁, 才无疾而终。 这件事情呢, 是四伯父死后, 他儿子讲给我听的, 他儿子一直感到非常奇怪的事, 他爹身上的二百块钱到底去了哪儿了? 为什么他爹病好之后, 又会把还钱老徐头的事儿, 给忘得干干净净? 看来啊, 冥冥之中, 有些事情真的无法解释啊。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还钱的故事。 山里有个名古村。 吴守正, 是家小兴食品厂的老板, 因为资金问题, 他及老板, 伙计, 推销源于一身。 这一天呢, 吴守正拉着货物, 去推销, 路上呢, 下起了大雨。 雨雾很大, 吴守正正小心翼翼地行驶在路上。 傍晚时分, 他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山谷。 正在他懊恼的时候呢, 车身颠簸了一下, 前车轱辘像狗袍一样在原地打转, 却怎么也不动了, 吴守正呢, 下车一看, 真倒霉。 左前脚竟然卡进了一道宽三十厘米, 深半米的石头缝里。 吴守正呢, 正气地直拍车头, 哎, 大兄弟, 你这是炸了。 正在吴守正气闷的时候呢, 一个身披着缩衣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哎, 车脚卡进石头缝里了。 吴守正正气恼地说着, 哦, 得把东西啊, 卸下来才行。 这中年男子围着车转了转, 自言自语地说道, 哎, 这样啊, 你也等着。 这过了一会儿呢, 中年男子领来了十多个青壮年, 很奇怪的是, 这些人穿的呢, 都是粗不对劲的上衣, 裤脚呢, 也系着绑腿, 众人不由分说, 把车子上的货物给卸了下来, 搬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然后呢, 十多个人硬生生地, 把那辆小型货车给抬了起来。 吴守正看这群男人呢, 强壮的身形, 心里不由地就有些发怵了, 这群人的工钱该给多少啊, 一个人一百就得千把块吧, 如果他们呢, 要多额, 自己也没办法呀。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 这群人把车子抬出来以后呢, 连句话也没说, 就走了。 这鱼呀, 一是板花儿停不撩, 闪路难走, 我看兄弟呀, 还是等鱼听了再走吧。 这中年男子说完这话呢, 转身想走, 吴守正呢, 没想到会是这样, 他心里过意不去, 就喊住中年男子, 从货物堆上呢, 搬下一箱火腿, 送给他。 中年男子说道, 哎, 我们民国村的人呢, 从来不占人偏业, 哎, 这样吧, 我给兄弟换。 说着呢, 把自己背着的一个带子放下, 扛着那火腿就走了。 吴守正打开带子一看, 是半袋绿豆, 他估摸一下呀, 大约有十多斤, 这村的人呢, 太实在了。 这第二天早上, 吴守正睁眼一看, 天晴了, 他正忙着装货物呢, 昨天那男子又来了, 哎呀, 兄弟呀, 你这东西呀, 太好吃了, 用粮食换不换。 吴守正呢, 正发愣的, 那中年男子领着一大群人来了。 中年男子说, 他把东西呢, 带回去给大家一尝, 实在是太好吃了, 大伙都想要, 就各自背着麦子, 小米什么的来了。 哎, 换, 吴守正爽快地答应道, 这一会儿的功夫, 吴守正车上的十多种小食品, 被村民呢, 一患而空, 带着而来的是满车的麦子, 玉米, 绿豆, 小米等农产品。 吴守正正心里暗想呢, 这些农产品的价值呢, 远远超过自己车上的东西呢。 半天的时间, 吴守正一车的货物, 就换成了农产品了。 他正高兴, 一边走一边仔细地记下来, 民谷村的路。 这回去以后, 吴守正就去县城的粮店, 好说歹说, 并许诺呀, 卖完再给钱, 才将那些农产品, 给推出去三分之一。 几天后呢, 吴守正突然接到粮贩们的电话, 电话里呢, 这些人都是急急活活地, 要跟他进货。 原来呀, 很多人买了吴守正推销的农粮以后呢, 都有点名药, 他们说呀, 从来没吃过那么地道的东西。 吴守正一看, 自己换回来的粮食成了抢手货, 立即呢, 把剩下的那些加了价钱, 可还是被人们抢空了。 这换来的粮食呢, 价值超过他一车货的三倍价钱。 吴守正望着仓库里堆积成山的积压货, 算了算, 要这么下去, 自己这满屋的货换完了, 他也就发了。 吴守正决定, 再去民谷村。 他把车子呢, 直接开到村边, 刚下车, 还没有来得及喊呢, 就被一个人给牵住了。 我可别抓你了。 牵住吴守正的人呢, 是上次帮他的那个中年男人。 男子说, 上次大家吃了从吴守正那里换的东西, 全村老少的上吐下泻的。 有几个身子弱的老人和小孩, 竟然还丧了命。 我正没处找你, 你倒是直接送上门来了, 走, 见侠亲们去。 吴守正啊, 听了中年人的话, 给吓坏了。 他想, 自己不过是用了些吃了瘦肉精的死猪肉做原料, 又在里面加了点硝酸盐, 多放了点防腐剂和香料。 好多人吃了再不适应, 也只不过是上吐下泻, 从来没有吃死过人的事件。 中年男人喊声啊, 引来几个村里的人, 大家看到是吴守正, 立刻七手八脚地把他绑了起来。 有一个呀, 老着喊道, 租长就是那小子害死人的。 看到被困成粽子的吴守正, 租长郑重地说道, 明天找我试试足够。 吴守正呢, 惊恐地问中年男子, 自己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中年男子说道, 对你这样害了人命的人, 族里的称法是躲掉爽脚。 吴守正呢, 当时吓得就叫了起来。 中年男子说道, 脚是万恶之缘, 躲掉爽脚, 作恶的人不能到处抛, 也就不能继续害人了。 真要躲掉爽脚, 自己这一辈子不就晚了吗? 吴守正呢, 惊恐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 他跪在地上, 哀求中年男子, 大哥, 你放了我吧, 我八十岁的老爹摊在床上, 老妈生病住在医院里, 还等着我筹钱救命, 媳妇快要生了, 不能没有我呀, 大哥, 求求你放了我吧。 吴守正以头呛地苦苦地哀求着, 吴守正把中年男子哭到心转,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哎呀, 放了你, 我就要替你熟过, 吧吧吧, 今天呢, 我就做件啥事, 放你回去, 不过,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撒谎, 十年以后, 你会重受近日惩罚。 吴守正呢, 跪在地上发誓, 句句都是食言。 他得到特赦令, 连滚带爬地钻进了驾驶室, 发动车子, 风也似的逃跑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吴守正才停下车子, 爬在方向盘上, 吻下了心声, 这家伙呢, 哈哈大笑, 原来吴守正求饶的话, 都是谎言。 吴守正回去以后呢, 继续挖空心思挣钱, 不出几年, 场子扩欠, 还娶妻生子。 偶尔, 吴守正会在梦中, 见到那个中年男子。 那男子坐在椅子上, 怀露的双腿下没有脚, 那男子在梦中说道, 你别忘了, 你曾经的死焉。 吴守正呢, 每次从梦中醒来, 都是大汗淋漓, 日子呢, 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了十年, 吴守正的生意呢, 也是做得风生水起, 如日中天。 这天, 吴守正正悠闲地喝茶, 这两脚突然疼了起来, 开始呢, 只是针扎般地疼, 不久便是撕心裂肺地痛, 后来呢, 两脚呢, 跟气吹的一样, 肿了起来, 连路都走不了了, 吴守正赶紧去医院, 可是用遍了所有最先进的仪器, 也没有查出双脚到底有啥毛病。 这天晚上, 吴守正打了个腿, 就开始做梦了, 梦中他又走进了民谷村, 第二天呢, 吴守正就让人带着他, 去了记忆中的民谷村, 可到那个地方, 除去一片不大不小的坟堆, 根本没有村子的影子。 在山谷里呢, 吴守正遇到一位老的采药人, 当问及民谷村时, 老人说, 大约八十年前, 这里确实有个民谷村,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被淹没了, 当时呢, 是在晚上, 全村无一生还。 据说, 这里的人都跟外界呢, 几乎割绝, 他们的法律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族规, 这,这,这怎么可能? 吴守正跌坐在地上, 那之前自己到底是穿越了, 还是见鬼了?